我們繼續帶大家來關心日本地震的這個最前線 我們持續的朝輪島的方向來前進 那麼途中經過這個血水艇呢 我現在在的地方就是他們當地的信仰中心血水大公 好大家看到現場這個狀況 真的可以說是明顯感受到整個地震的威力非常的猛烈 因為現在可以看到他們原本石造的這個鳥居 全部都是碎成好幾段了 那麼是已經完全已經這個結構都已經破壞了 只剩下它原本的這個立柱還在這個上頭 那麼整個鳥居可以說是全毀了 那麼我們再往裡面走 其實包括在神社裡頭的這些木造的建築物啊 還有一些等等的其實可以說是非常的 已經都已經坍塌了 那麼整個現場可以說是非常的混亂 那麼其實在地震發生當下就是元旦嘛 一月初一 所有的日本人在元旦新村的第一天都會到神社 或者是大公裡頭來拜拜祈福哦 那麼地震發生當下其實是下午4點多 其實照理來說應該在現場會有祈福很多人 會有很多人到這個神社裡頭來祈福的 那麼發生這樣子的狀況呢 現在這個鳥居呢全部都已經在地震發生當下整個被震斷哦 那麼可有想而知哦當時的這個場面呢一定是相當危險的 那麼現在呢因為在血水這邊呢其實也是電力有受到影響的 所以其實很多的這個交通號制呢全部都是沒有在運行的 因此呢現在許多的民眾呢都是集中到這個避難所需避難哦 那麼就是等待後續其他的這個救災的物資還有相關的單位來善後來進行重建 才有辦法讓包括像是這個血水大公的一些建築物來進行後續的災後重建 那麼以上是我們在現場找不到的情形把時間還給棚內 有意思嗎 還有